全大運競技體操女子公開組5月5號登場 場上焦點是已經有奧運資格的丁華田 丁華田這次參加個人全能包含跳馬、高低槓、平衡目以及地板四個項目 其中他最擅長的項目是平衡目 丁華田以往比賽都是以單項為主 這屆全大運參加個人全能以賽代訓 他說體力上還要調整 他的套路可以把它提高到可能6分 因為6分可能是一個分水嶺 那到時候我們奧運的話 我們是希望是可以有競爭性 而同樣擁有奧運資格 正以賽代訓的還有他 游泳公開組台灣蝶王冠宏也成為了場商焦點 才剛上岸就有粉絲要合照 王冠宏以52.17拿下金牌 中華隊選手被戰要奧運 先投入全大運以賽代訓 要維持住自己的最佳狀態 八大新聞杜居和最佳報導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